面对加州华商重新开门营业 列行律师事务所许根仁律师首先建议 业者应该遵守的三大规定 才能保护好员工且赢回消费者信心 至于一些商家或业者 正在审理中的法庭案件 六月中重新开放审理之后 又有哪些注意事项 许根仁律师也有专业解答 随着重新开放 最关键的就是保护公众 所以重新开放后 陪审员、律师、证人、法院工作人员 都需要遵守安全社交距离 今任何法院的时候都必须戴口罩 然后法院也会提供洗手液、施衣经等等 还有法院会提供比较便捷的电话 或者上网在线来展开很多法律 服务法院的业务 同时会要求大众 要是要接受法院人员的亲自服务的话 就要先打电话 疫情先预约 许根仁律师呼吁 加州重启经济依旧是在新冠病毒疫情中 因此人人都要落实戴口罩、勤洗手 以及保持至少6英尺的安全社交距离 才是对抗疫情的不二法门 东西新闻团队在洛杉矶的采访报道